苹果iPhone的双卡双待不怎么递啊 我这手机装了两个卡 一个是北京联通 一个是北京移动 以前在华为还有小米10手机上 用这两个卡都是没问题的 但换了iPhone14之后 用了有一个月了吧 关于双卡双待的问题 特别是流量的问题 信号问题频出 于是我就放弃了苹果双卡双待 下面具体说原因 首先我这个主卡是联通的 用于拨号和上网流量 副卡是中国移动的 用了22年了 目前只用来接电话和收短信 最近这一个月 主要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主卡 中国联通的卡 在户外没有流量 我经常要往返北京和天津 两个城市出现了很多次 有信号能拨电话 但是就是不走流量 进入微信之后 一直显示无法连接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联通这个卡 有的时候还不能打电话 明明显示有信号 又不能走流量 又不能打电话 即便我拨打10010 它也没有声音 然后隔了几秒钟 它自动会断掉 我这个iPhone14是国行的 开的是自动5G 这个联通卡用了也快10年了 开始我以为是SIM卡的问题 换了新SIM卡问题一旧 看来不是卡片的问题 后来联通客服帮我把这个手机号刷新过两次 刷新之后好一些 但是没过两天又出了问题 不是刷新的问题 虽然联通的客服说不是iPhone手机的问题 但我感觉就是iPhone的问题 因为同样的卡在小米和华为上用了这么多年是没问题的 于是我又上网搜了一下iPhone双卡双代的问题 这个关键词 我发现从iPhone11 12开始双卡就有很多问题 于是我就不指望着升级iOS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的解决办法是让这个iPhone14只用一个卡片 就当它没有双卡双代功能 下面分享一下信号 现在iPhone14装的是中国联通的卡 一共四个格经常会出现两个格型号 现在室内 好的时候会出现三个格 也就是75% 如果这张卡在小米10上 大概是从60%到100%的信号 基本会保持在80% 另外我在网上还听说 即便是最新的iPhone14 如果只用一张卡比用两张卡更省电 而且用一张卡的信号 明显要好于用两张卡的信号 我试了一天 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 也就是感知不明显 信号和待机都是这样 但是这么做 确实能解决双卡双代的问题 因为之前有几次我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把副卡 也就是中国移动的那张卡 给它关闭了 这样联通的主卡 就可以正常的有流量了 而且很稳定 现在这个iPhone14只用一张卡 还是挺省心的 这样也省得折腾了 也不指望它以后会变好了 这样更省心 这个视频给大家提个醒吧 虽然在买iPhone之前 我是知道iPhone是不能微信双开的 但现在做这个视频 我要让大家知道 iPhone的双卡双代 虽然能用 但是很不好用 不如国产的安卓手机好用 差很多 在双卡双代这个方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